大家好 我是小豪哥哥 看到我後面這一台電視就知道 我們今天呢 應該是我們近期 實測最大的一個3C產品了 那今天這個主角就是 夏普全新第三代 DW1X真8K電視 具備8K的解析格式 更重要還具備聯網 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60吋價格只賣你64,900 70吋也只有84,900 DW1X真8K 說到夏普呢對於小豪哥哥來講 就有蠻多的情懷喔 因為小豪哥哥在進入媒體業之前呢 就是在所謂的影音工程這個領域囉 那當初是賣的電漿電視 剛好那時間點 夏普也推出液晶電視 經過產業的這些變革之後呢 液晶電視啊現在就已經是 完全我們的電視主流規格了 那當然啦夏普身為液晶之父喔 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日本 銷售都是第一名 這一次呢我們幫大家來實測的DW1X呢 基本上他是屬於夏普的 戰略型8K產品 因為他本身的售價 大概跟大家來做分享 太犀利了 所以這一次小豪哥哥 就會以夏粉的一個角度 來幫大家來去做實測 以及開箱囉 我們先以外觀來看喔 走的是內鏈的設計 全機以黑色為主體 邊框呢 則是黑色法斯文收邊 整體來說喔 比較中規中矩啦 本次實測的是60吋的產品喔 重量為25.5公斤 70吋呢 那則是34.5喔 因為全機採用全新8K技術喔 所以產品重量喔 略重 因此 不管你是採用壁掛啊 還是放在桌面上喔 基本上還是要注意一下重量喔 那上了腳架之後呢 可以左右各旋轉30度 相關影音連接部的部分呢 則集中在左側喔 不管是USB3.0 還是HDMI2.1喔 一次給滿給足啊 其他的規格內容呢 就麻煩看一下我們的表格囉 DW1XJ4的顯示技術全面升級 其中有兩個技術呢 要跟大家來做介紹囉 一個是全新的8K Z2影像處理晶片 另外再搭配了日本借工廠 所推出的8K UV-2A全新的面板 Z2晶片比前一代的晶片效能提升20% 如形運算呢 則提升了56% 你可以將4K 8K的影片檔 通過機身旁的USB3.0連接鋪 直接進行影片播放 更厲害的來囉 如果是播放4K的影片格式 DW1X則會自動的升頻到8K 最高還支援到60P 另外如果是針對影音串流平台的部分 不管是FHD還是到8K的影片 則會自動補足損失的像素以及訊號喔 這對於電影或是迷片的愛好者 可謂福音啊 面板技術部分呢 DW1X採用自家的 Deep Chroma Display Pro技術 讓超廣色域達到SRGB 144% 色彩還原度呢就跟人眼差不多囉 另外夏普的Anti-reflection 透震低反射技術 以增加自我透光 減少室內光源反射 造成的視覺不適喔 同時夏普的HDR Enhanced Plus 對比技術 最高來到10HDR 讓暗部細節 比一般10HDR更為明顯 另外DW1X給的影像設定界面相當的豐富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所謂的玩家囉 所以夏普預設了7種模式 就連降藍光模式都有喔 一次少了50%的藍光 可以說不言啦 再來音效呢 則有Goobee Audio認證 另外還有Alex Prism 以及VIR音效技術 可以提高高中低音的豐富度 由於DW1X為Google認證TV 因此有具備海量的App 常用的影音App Sharp也非常的大興 直接預載啦 遙控器呢 則有Netflix 以及YouTube的快捷鍵 超方便 還有厲害的來囉 以我們手上這一支Sharp的R5G拍攝8K影片之後 直接上傳到Google Drive 再將隨身碟插在DW1X 同時打開內建的Content Downloader App 透過Google Drive串聯 即可在雲端直接下載到隨身碟 直接用電視就可以看8K影片囉 喔還有手機鏡像也一同支援喔 由於DW1X有Z2影像處理晶片加持 遊玩PS5蜘蛛人的感受特別震撼 和小豪哥家中的Sharp 4K電視相比 光影細節方面更為明顯 色彩豐富度無話可說 流暢感更為直接 幀數感覺喔 似乎好像已經超過了61喔 遊玩NBA 2K21時 球場的地板倒影更是清晰而自然 可見Z2處理晶片的AI演算法 確實能夠補足加強原有的畫面表現 打完遊戲看看影片囉 那當然啦 這次小豪哥哥首次觀賞到 8K的大尺寸畫面 覺得水準超高喔 尤其是8K原生的風景影片 更是讓人驚豔 層次感相當的豐富 在這裡呢 小豪哥哥發現 原廠的設定亮度較高 這裡建議 就是買回家的時候呢 亮度再調低一點喔 這樣觀賞會更為舒適 此外看到這裡一定很多觀眾會提 目前8K的內容 真的不多喔 就算PS5呢 也沒有遊戲 可以支援到8K喔 但是呢大家去YouTube上面看一下喔 可以發現現在8K的影片支援 越來越豐富喔 再加上這次 Z2晶片 以升頻技術喔 還讓大家提前感受到 8K的震撼喔 你說 厘不厉害啊 好結語 DW1X 到底值不值得做到購買喔 如果以它的這麼犀利的價格呢 在市場喔 基本上 就只能買到 4K的 旗艦級產品 但是呢 它可是正8K的電視喔 再來畫面的部分喔 小豪哥哥認為喔 非常的漂亮喔 但是呢在色彩的飽和度的部分喔 可能越微高的一些些啦 這一部分大家都可以自行做調整 讓畫面的表現 更為舒適囉 最後呢身為下粉的小豪哥哥喔 認為這一次我們的DW1X 有點小小的遺憾 那就是全機不是日製喔 只有面板才是日製 那也是因為生產呢移到馬來西亞 所以價格的部分呢 才可以如此的親民喔 再加上 台日同時上市喔 所以這一次呢 小豪哥哥還真的很推薦啦 雖然目前8K的節目喔 不多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Z2的晶片呢 進行升評喔 提早享受到8K的畫質 這一部分喔 可以說 提早享受到未來啦 好今天就是小豪哥哥實測 Sharp第3代DW1X 8K電視 後續我們再幫大家來實測 什麼 好玩的內容呢 那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專 以及我的頻道囉 OK 拜託